这天早晨,女人被一个奇怪的噩梦惊醒,就匆匆赶回了老家,发现丈夫不在家中,房内充斥着难闻的味道,随后来到一侧的卧房,在竹罗里发现一件带血的衬衣,一股不好的预感瞬间袭来,女人名叫许春佳,昨晚梦到丈夫刘山被人杀害,凶手正是自己的父亲许洪福,就惊恐地跑去派出所报了案,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调查取证,既没找到刘山的尸体, 也没发现任何作案的痕迹,小王就询问许春佳,如何知道丈夫被杀了,许春佳说,是昨晚做的噩梦,见小王不相信自己,就带他去看那件血衬衣,小王感觉衬衣不对劲,怎么有股有气味儿,此时张队走了进来,小王就把情况汇报了一遍,张队说这不是开玩笑吗,仅凭一个噩梦就报案,许春佳却说,丈夫绝对死了,杀害丈夫的就是自己的父亲 是的,是我父亲杀的,肯定是他杀的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徐洪福 随即安排警力,搜索刘山的尸体,但刘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案件侦破一时陷入僵局 就请来了刑侦专家图上国,图队认真看完案件资料,决定对现场再次勘察,发现房中被仔细清理过,再狡猾的凶手也会留下痕迹 果然在墙角发现了血迹,助手刘薇拍照取证 图队又来到卧室门口,发现卷起的门帘很奇怪,就把门帘放了下来,上面留有大量的血迹 许春家看到血迹当场崩溃,不禁嚎啕大哭,小贩把许春家扶了出来,向村民们征集破案线索 一位大妈告诉小贩,那天早晨去地里摘菜,看到刘山门口挂着条毛巾,心想毛巾怎么亮外面了 这条毛巾宽大厚实,更像是一条枕头巾,回来毛巾就不见了 随后,村民许东升提供了关键线索,那晚八点多时,有人在小麦部门口打架 当时,刘山也在人群中,还不停地大喊着,谁赢了就请谁喝酒 刘山最后真的请客了,晚上十二点多,许东升在树下撒尿时,见许洪福打着手电筒进了村 小潘问他,确定是许洪福吗?许东升说,绝对不会错,自己看得很清楚 这让徒队很是疑惑,天上挂着满月,他来作案还打着手电,这不是太容易暴露他自己吗? 许东升说,许洪福烟火不好,那条枕巾也很快找到了,被风吹到了路上,让村民许志庆捡走了 虽然老人把毛巾清洗了一遍,但是上面依然留有血字,技术部门对所有样本进行了检验 除了衬衣上是油漆外,其余血迹都是刘山的,由此确定刘山已经死亡 可是刘山的尸体到底在哪呢?根据许东升的证词,徒队下令抓捕许洪福,专案组兵分三路展开调查 动用大批警力寻找刘山的尸体,争取一举破获这起杀人案 徒队带人来到许洪福家,只见到了他的妻子崔桂英 他表情落寞地告诉警察,许洪福正在山上砍树 对一众警察的到来并不惊讶,许洪福为何会住在山里呢?这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万幸许志宇送医及时,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许洪福也因故意伤人入狱五年,都说虎毒还不识字 许洪福的心肠是有多狠 刑满出狱的许洪福,自知已在村中臭名昭著 就搬去了葫芦澳居住,看到张队两人走了过来 正在砍树的许洪福低头认错,说自己就砍了五棵树 想在山上搭个羊圈 得知警察是为刘山的死而来 许洪福听后十分的激动,不是因为女婿被害 而是女婿欠他两千块钱未还,崔桂英得知女婿被杀 情绪并无太多波动,似乎早已知道了此事 小盼在屋中拿出一个手电筒,当作证物封入塑料袋中 徒队询问案发当晚的情况 崔桂英说,不用想,丈夫已经几个月没出山了 说完起身去给许洪福收拾衣服 眼神和语气中明显透着心事 许洪福被警员靠了下来 嘴里叫嚣着没有杀人,民警最终把他押上了警车 回到警局后,直接把许洪福关进了看守所 由于不是第一次进来 许洪福表现得十分嚣张 几句话就把四人吓得服服帖帖 瞬间成了他们的大爷 许洪福是二进攻了 担心他会硬扛三十天 到时警方就要释放他 张队决定立即提审许洪福 审讯室中,许洪福依然十分嚣张 只交代与刘山经常吵架 拒不承认杀了刘山 张队又拿出那只手电筒 问他案发当晚在哪里 许洪福说当晚没出门 况且那晚明月当空 打手电筒那不是费钱吗 监控室中,刘威看着狡猾的许洪福 提议由图队亲自审问 第二天,图队来到审讯室 和许洪福聊起了家常 只字不提案子的事情 这让许洪福一时摸不着头脑 用图队的话说 就是两人先见一面,彼此熟悉一下 见图队起身离开 许洪福急忙说自己没杀人 让图队放了他 图队让他别着急 等案情调查清楚了 如果人不是他杀的 就会放了他 图队看从许洪福这里很难有突破 就决定从崔桂英那里寻找突破口 崔桂英面对图队的询问 只是一直地摇头叹气 说了些与案情无关的内容 图队知道他在刻意隐瞒 再问下去也不会有任何收获 临走答应崔桂英 让女儿许春佳来看他 张队在审问张廷伸时 得知他和许洪福在一个监视 愿意协助警方寻找破案线索 争取戴罪立功 于是就把两人关押在一起 张廷伸就开始套许洪福的话 精明的许洪福十分谨慎 始终不承认杀了人 只说没有检察院的补票 拘留所最多关他三十天 说完略意沉思 立马猜到张廷伸在套他的话 就把他按在床上一顿暴揍 张廷伸将两人的对话 告诉了张队 没有检察院的补票 许洪福是不会承认罪行的 可刘山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检察院又怎么会签发补票呢 这是许洪福拒不认罪的倚仗 也是警方击破他心理防线的历检 就在这天 却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意外的事情 许春佳听了图队的话 带着弟弟许志宇来看望母亲 想用血肉亲情打动崔桂英 让他说实话 给案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却发现母亲上吊自杀了 正在开会的图队得知此事 十分的惊讶 就让张队赶往崔桂英家 自己再次提审了许洪福 图队翻看着手里的资料 说里面有12条证明他杀人的证据 其中有11条他都不信 许洪福听后 十分的高兴 直夸图队是当代包青天 图队又说道 有一条他是相信的 只要许洪福能说清楚这条 图队就答应放了他 就当图队刚要说出是什么证据时 刘威直接走了进来 在图队耳边说了几句话 图队就急匆匆地离开了 警员也给许洪福加了脚料 此时的许洪福开始慌了 图队随后感到崔桂英家 经过一番细致勘察后 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刘威在崔桂英口袋中找到一张字条 写着许洪福杀了刘杉 刘杉在河对面 菜刀在炉灰里 我没脸见人了 这给警方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 张队迅速赶往河对面 搜寻刘杉的尸体 杀害刘杉用的菜刀 很快就在炉堂中找到 经过检验 刀上留有崔桂英大量的指纹 图队发现 指纹非常奇怪 按照指纹的位置握住菜刀 刀刃是对着自己的 这让图队进行了大胆的猜测 今天我把欠你的 都还给你 所以在菜刀上留下了指纹 图队继续推测说 崔桂英在案发的当晚 尾随许洪福到了许家村 可能没看到杀人的经过 却看到了运尸的过程 而许洪福却不敢走大路和过桥 选择了走小路到河边 然后用准备好的船渡过河去 这样 崔桂英就无法跟过河 所以他不知道埋尸的地点 根据这些情况 图队再次提审许洪福 说出了崔桂英自杀的消息 许洪福听后十分平静 抱怨崔桂英老是哭 死了更干净 图队拿出菜刀的照片 说是崔桂英留给警方的 许洪福看到照片 气得破口大骂起来 这臭娘们死了还诬陷老子 图队说刀上有许洪福的指纹 还有刘山的血迹 许洪福极力狡辩着 说是别人偷了他的刀 杀了人陷害他 图队又问许洪福 那晚他到河队岸干什么去了 许洪福否认去过河队岸 图队见许洪福依然抱有侥幸心理 没有检察院的补票 没有更充足的证据 许洪福是不会认罪的 图队决定 必须找到那条运尸船 张队经过一番电话询问 近期并没有丢船的报案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就在此时 张婷深有情况汇报 杀人呐 当然是要杀仇人 是是是 仇人该杀 你别把那个尸体沉到河里头去 他除衣扶不出来 食物也得扶出来 你早晚要出事 你也别把他买到地里头 为什么 这让图队有了新思路 决定到南关镇调查 张队刚下车就接到一个电话 说牟家村有人丢过船 后来找到了旧梅报案 船身用刀砍了三个洞 被沉入了河底 后来船头露出水面 才找了回来 经过刀横比对 确定就是那条运尸船 只要找到沉船的位置 就可能找到流山的尸体 三个村民打捞了半天 依旧没有找到流山的尸体 图队看向远处的山坡 就问民警小王 当地有没有做生坟的习俗 小王说 当地确实有这种习俗 所谓生坟 就是人还活着 先把坟学建好了 或者配偶死了 另一方还在世 就预先做好坟学 用砖头器上 图队认为 尸体很可能藏在了生坟里 张队留下排查所有生坟 图队回去审问许鸿福 检察院根据警方调查事实 对许鸿福签发了逮捕令 看着眼前的补票 许鸿福的心理防线被击破 却仍然不承认杀了刘山 因为这是他被关押的第三十天 警方如果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他就可以出去了 也是抱着这最后的侥幸心理 在看到补票的情况下 仍然拒不认罪 图队只好替他说出了杀人经过 许鸿福找刘山 要两千块钱租地费 刘山不但不给 还让许鸿福赔偿肥料和种子钱 许鸿福咽不下这口气 就起了杀心 晚上就来到许家村 刘山从东侧的卧房走出 直奔厨房 还没来得及开根 你又连续砍了他几刀 终于 你打开了电灯 然后用刀 把墙上的血迹给刮掉 扛着尸体出门时 被崔桂英一路跟踪 许鸿福说 图队真会编 他认为警方没找到尸体 就拿他没有办法 图队最后说出 尸体被埋进了身份 许鸿福再不报任何幻想 跪下承认了所有罪行 愿意带警方找出尸体 在许鸿福的指认下 警方在一处身份找到了尸体 这起入室杀人案 最终告破 一个月后 许鸿福因故意杀人罪 被执行死刑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即便你隐藏得再好 最终也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我们知法懂法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守法 智者以法护身 愚者以身是法 我是平民 点赞评论加关注 下次更新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